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非说纳英真的出事了吗 湖南卫视又为何以这样的态度对待纳英 纳英被报协巨款一居国外豪宅地价出手 在娱乐圈 纳英和金星的嘴 那是出了名的毒 属于完全就不把他人放在眼里的类型 有时候太过于心直口快 反而起到的是物极必反的作用 在湖南卫视做出如此针对纳英的事情后 许多网友就打算来到纳英的社交账号评论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结果这一看不得了 发现一项喜欢更新账号的纳英 竟然在7月份之后 账号就直接停更了 要知道 在这之前 纳英经常会在社交账号上和粉丝进行互动 突然之间停止了自己的互动行为 这一操作着实过于反常 在这件事情登上热搜后 有一个网友发出了自己在国外偶遇纳英陪女儿逛街的照片 纳英之前就有和好友提到过 要去英国陪女儿读书 在这之后 关于纳英的消息就少了很多 结果就在这时候 还有网友表示 现在的纳英过得可舒服 已经写巨款一句国外逍遥快活了 哪里还顾得上国内的粉丝 当然 这个热搜登上去之后 也有一些网友评论道 我真是第一次知道 纳英居然也有粉丝 从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来 现在纳英在国内的口碑还真的不是很好 纳英的一些粉丝看到自己的爱豆被这样抹黑 立马就评论道 肯定是纳英的对家 趁着这次动静 逃过来浑水摸鱼 想要把纳英给搞垮 但我们要搞清楚的是 网上之所以关于纳英习款跑路这件事情频繁出现 并不是网友空学来方 因为纳英之前购买的一套房子 现在竟然要低价出售出去了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纳英才会这样做 如果说纳英没有做错什么 以他这样扎扎呼呼的性格 在得知这件事情后 估计也不会坐以待毙 这个仇迟早会爆回来 芒果台打马纳英画面一丝挑衅羞辱 芒果台的操作 现在真的是把纳英的脸面直接踩在地上 纳英出道这么多年 还真的没有被这样区别对待过 这段时间 芒果台播出的综艺节目生生不息 引起了全莽的重点关注 很多网友发现 艺术家古建芬老师和学生的合照里边 纳英竟然凭空消失了 不少网友也纷纷评论 莫非说纳英现在学会了消失术 这一张照片里边的人物 全都是古建芬老师的得意弟子 而里边最出名的绝对是纳英了 结果节目播出后 压根就没有给纳英露脸的机会 不仅如此 纳英旁边另外一名女性也躺着中枪 因为纳英自己也失去了露脸的机会 而且节目组还刻意忽略纳英 似乎这个人压根就不存在过一样 如果只有这件事情的话 网友还不会觉得不对劲 但问题是 纳英和王妃合唱的相约1998 纳英的画面也凭空消失 喜欢纳英的粉丝表示 纳姐都已经出道这么多年了 还真没吃过这样的亏 以后自己再也不会看芒果台了 但也有一些人表示 天道好轮回 纳英之前是怎么对待别人的 现在这个回旋标就扎了过来 当然 最经典的还是那一句 纳英估计不会在乎这些 毕竟自己已经火了这么多年 赚的钱也够自己生活下半辈子了 看来这一次的湖南卫视 还真的打算站在纳英的对立面了 很多的小细节 完全就像是故意针对纳英一样 如果说纳英真的做错了什么事 完全可以把他的画面彻底删除掉 但湖南卫视选的操作 确实把纳英打马赛克 这真的不是挑衅和羞辱吗 纳英的粉丝也在为纳英打抱不平 觉得肯定是为了私人的怨 现在账号上关于纳英的抄话 也直接火上了天 很多粉丝还爱特纳英工作室 不希望纳英一次次被伤 甚至还有一些粉丝表示道 纳英应该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芒果台搞区别对戴维刀狼发声 现在纳英本人还没有着急起来 纳英的这一些粉丝就已经坐不住了 其实看到这儿 我想说的是 粉丝真的得优这点去 没有必要这么互主心切 因为湖南卫视 他肯定也清楚自己的所作所来 都已经这样明目张胆地做了 肯定也和纳英本人有着一定的关系 如果说纳英真的出了问题 那这一些为纳英发声的网友 就真的是躺着都中枪了 也有网友表示 肯定是因为纳英和刀狼之间的恩怨 所以芒果台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要知道两人之间的矛盾 哪怕是现在都处于一个不可磨合的状态 因为十年前 纳英以高傲的态度 对刀狼进行了批判 还拉了一个小团队 后来小团队里边的汪峰 在得知这件事情后 也主动录了视频和刀狼进行解释 态度非常的诚恳 而纳英却始终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要知道当年如果没有纳英所说的话 那么刀狼是很有可能获奖的 压根就不至于被淘汰出局 当年纳英的这一操作 直接就得罪了不少喜欢刀狼的粉丝 还有许多路人觉得 刀狼肯定是触碰到了纳英的蛋糕 他才会做出如此反常的事情 很多网友都觉得 这件事情绝对和刀狼有关 据说刀狼所唱的《罗叉海誓》 已经有了登上春晚的资格 还有网友发现 芒果台才删减完纳英的镜头 结果就把刀狼写的《罗叉海誓》 给发了出来 这完全就是在纳英的雷区 反复地蹦跌 莫非说芒果台这一次的区别对待 就是想要为当年刀狼遭受的 不公而发声吗 消失一切有迹可循 在这之前 刀狼遇到纳英的咄咄逼人 并没有选择正面的回应 而是直接淡出大家眼前将近十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又宣布暂时停更 后来 在重出江湖后 许多人都选择为刀狼打抱不平 后来的纳英针对这件事情 也发了长篇大论 纳英的社交账号评论区 也被网友给沦陷了 而且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网友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 纳英本来也想和其他歌手一样举办演唱会 纳英出道这么多年 虽说嘴巴说话确实不好听 但也以动人的歌声 收获了一大波粉丝 许多粉丝在得知纳英要搞演唱会后 也是极力地支持 就在大家纷纷询问啥时间可以买票时 纳英的演唱会竟然被传出了延期的消息 而且之前打算举办的音乐集活动 也彻底被取消了 截二连三反常的事情发生 也让许多人觉得 纳英的消失 压根就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简单 莫非说纳英真的是得罪了资本 所以才会变成这副模样吗 毕竟纳英在娱乐圈也混了这么多年 如果说真的没有得罪什么大人物的话 芒果台应该不敢做出如此挑衅的事情 因为纳英的性格一直就是风风火火 不肯吃一点亏的 现在芒果台做出如此的操作 真是完全不把纳英放在眼里 有一些网友觉得 很有可能和中国好声音 这一档节目口碑持续下跌有关 毕竟纳英之前在里边所做出的事情 也遭到了网友的抨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